台北地方法院有关于陈水扁 是不是会再度的被收押的以审庭 现在正在召开当中 其中有非常多好几波的 检方跟律师的工坊 最新的是李海龙对上郑文龙 连线给记者吴嘉慧 好的 现在第一法庭里面 又传来了一个最新的消息 其实在刚刚的法庭上面 是产生了整个乌龙抗告 乌龙裁决这样子一个状况 到底实际的状况是什么呢 我们请樊轩告诉我们 好的 刚才其实陈水扁的律师郑文龙 他是有提到说 其实积压权是属于法官的职责 所以检察官是没有申请权的 所以他说这个才是乌龙抗告 不过当时审办长钟正春 他是开玩笑的说了一句话说 你不要申请 你不要申请 那如果说你说这是乌龙抗告 那我不是就是乌龙裁定吗 刚才是有大概这样的情形出现 其实这整个郑文龙的意思 就是说在整个审判之中 这个整个一个情况 到底检察官有没有这个抗告权呢 目前在法界上面算是一个问题 所以他们这边的律师的看法 是觉得说检察官根本就没有 积压权和积压的裁定 是在于法官这样子 如果法官一定已经才是交保了 这个检察官就没有 没有抗告的一个权利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李海龙他就相当的生气 他说你难道说我是乌龙抗告吗 然后这时候呢 双方的气氛可以说是相当的火爆 那么这时候这个审判长周战春 是再度的出来缓夹 表示说没有关系嘛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这个如果你是乌龙抗告的话 难道那我不就变成是乌龙裁定了吗 我也没有生气啊 这整个情况可以说是相当的混乱 这个台下当时听说是笑成了一团 那么不过最新的第一法庭里面 还有什么样最新的消息 我们再请樊轩告诉我们 好不过呢刚才呢 郑文龙其实他也有提到说 其实呢他觉得今天陈水扁 会被就是再度再来开这个积压庭的部分 他是表示说 其实这整个都是政治的迫害 那他也举到几个例子 他是说其实呢 像之前呢有关于无理赔的账户 那他是说其实呢 被告呢陈水扁把这个钱 转到无理赔的账户 那检察官怎么可以认为这就是洗钱 因为当时呢 其实这根本就是无理赔的账户 而且是他自己在掌控的 就像是吴淑珍 他虽然用子女的账户 但是呢这个账户也是吴淑珍在管理的 所以他认为说其实呢 这根本不是所谓的人头物 而且并没有所谓的洗钱的这个事情出现 然后呢再来就是其他的部分呢 其实他说目前呢 陈水扁也没有逃亡之余 因为每天呢 其实陈水扁都是在扁半上班 或者是都在宝来休息 所以他认为呢 法官并没有必要在裁定 就要击押他 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在这个检方提出了这么多的串政 逃亡还有阴灭证据 这样子一个市政之后呢 这个律师辩方方面呢 其实是强调 第一个他们是强调是政治力介入的影响 那么特征组呢 原本从原本的不抗告 后来变成要抗告 全部都是政治力的影响 也强调呢 这个是政治迫害 那么另外呢 他们也认为说司法不公 因为呢 这个整个这个检方 是有花了两天的时间来准备 那么不过呢 他们现在 这个由于高院是昨天的裁定 他们现在连裁定书都还没有收到 现在就要来开这个庭 一点准备都没有 所以呢 刚刚呢 这个陈水扁律师也有说 希望呢 能够择旗来开庭 所以呢 他们现在的整个主轴 就是在政治力迫害 以及这个希望来择旗开庭 这样子一个状况 那么还有没有最新的一个情形呢 而且他们还有在提到 有关于国务基要费的部分 因为他们是说 其实 启示书中里面提到的国务基要费 其实他们是觉得说国务基要费 其实跟特别费是一样的 不过呢 检察官却自己 做了一个标准 来认为说 其实陈水扁使用这个国务基要费 这个部分其实是不合法的 所以呢 所以这个律师呢 郑文龙呢 他也是觉得说 检察官呢 其实他并没有把这个事情整个搞清楚 而且把国务基要费 那个错误的方式来做一个来判断 所以他也希望说 检察官能够先去把国务基要费搞清楚 然后再判断说 国务基要费跟特别费是不是一样的 而且他以马市长的特别费 来做一个例子 好了 现在呢 整个时间已经是将近下午的四点半 那整个庭从两点半到四点半 还是持续在进行当中 那么现在呢 是由律师这方面来主述 那待会呢 陈水扁预计还会再为自己来说话 那到时候呢 陈水扁会为自己来做怎么样的一个辩驳 我们也会随时为您掌握 先将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的 我们看到 这是来自于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庭实录 郑文龙 李海龙 还有什么乌龙 这个抗告乌龙裁决 好多条龙在这里飞来飞去 不过呢 这个法官看起来是希望两兆能够轻松一点点 但是听了这么久 这个郑文龙到现在为止 似乎都不是针对 这个该不该这个积压的程序 跟这个法官提起论述 讲的是政治这个迫害 讲的是说这个法官的起诉书的内容呢 这个洗钱的认定有问题 国务基要费的使用方法有问题 已经进入了整个法案的实质审理的这个部分 就周战春法官来看的话 包括郑文龙提出说 这个太冲促了 时间太赶了 要择棋开庭 有没有这个可能 如果今天的审判长周战春 说要折棋 你就同意他 同意折棋 全水扁你就插着蛋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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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主张 你就要改口供了 我就要改 我就要改 因为 裁定书没有收到 马上开始生亚庭 坦白讲 是说不太过去的 你总要人家收到裁定书嘛 期间起算 也是从收到裁定书为主 那他今天如果不择棋 表示我这个裁定 我在座的裁定 对陈德北会很有力 让你择不择棋 都对你这么有力 我如果要对你不利 我就可能要择棋 把这个程序做得很完美 让你没有话讲 所以我们现在 第一个工房点要看的是说 法官到底有没有让 郑文龙的这个要求 择棋开庭行程 不过裁定书收到到底 就是对于他的抗电权 有没有什么影响 裁定书是只有这样子的一页 还是说这后面 还有厚厚的附件 跟抗告书一样 后面有一点 没有附件 从头到尾就是这一页 没有啦 那是摘要而已 这是摘要 这是裁定书的摘要 类似这个台北地医院这样 所以会影响到他的这个辩护权吗 裁定 开这种裁定书 没有就省期间 如果是诉讼 叫实质的审理 我要给你一件一件的 我要给你准备 那个叫就省期间 裁定 没有就省期间 裁定就可以开就对了 不是 就是要生压的这种东西 没有就省期间啦 特征组你看 12号起诉 有没有 当天晚上 立刻已省 已省 他也还没有收到起诉书啊 你可以用说 我没有收到起诉书 我不能吗 没有 这个没有就省期间 所以我都不晓得 他的律师老师在讲说 什么政治压压嘛 你就回到法律嘛 把六法全书读手一点 去进入这个法庭 去进入这个法庭 依法论法 来讲这个事情嘛 这个 身压已省的东西 没有就省期间的 而且 周湛村第一个就是把财定高院的财定书 转交给他嘛 你是一个当事人的律师 对你当事人的所有的资讯 你都不晓得吗 我们这每个人手上都拿得到 刚我何事 又不是我的当事人 但是我们都很关心啊 你拿不到吗 那你别混 所以他要求择棋开庭 是不是代表说 今天的这个庭 可能对他们不利 有没有这可能性 他可能用这个理由来做一个辩解 就像刚才庄律师所讲的 他是没有收到 可不代表他没有看到 没有收到是说 法院寄给你需要有邮递期间 那有没有看到是说 像我们大家 有没有到那个网站上去download 搞不好他早就已经看到了 所以这基本上 只是一个辩护的说法 他辩护不只是 我同意刚才几位先进讲了 他辩护所讲的内容 不完全是要讲给法官听 或者检察官听 搞不好是要给被告 陈水平听 以及给很多的媒体记者 能够转述传到外面来讲说 如果说我是深绿的 我会讲说 不公平不公平啊 你看我还没有收到 你怎么就马上跟我医生啊 对不对 法院法律上的程序 怎么不重要 重要是给支持者一个理由 以便往后 那么就发动群众 或者做其他的工房之用 可是我觉得搞个老半天 关键也都不在我们 关键还是在那周先生手上 不晓得他听了今天的感觉 或者这段时间外面的声音 他觉得他前一段时间的裁定 如果他觉得有不妥的地方 他今天就会做修正 那如果说他觉得 还是没有不妥的地方 他也不会做修正 所以问题在于说 他目前这个做新政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上一次 哪些地方做不妥啦 主持人这个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我觉得不是因为 被告是陈水扁 或者任何人 我觉得那个程序上 尽量完备 程序上 为什么 为什么郑文龙不去谈什么 陶王啊 郭川五年以上 那听不懂啦 听不懂 我前几天我听那个 你说周湛川听不懂 不是啦 我听那个 蒋天君和阿胜茵的这种 说阿兵这事情 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 说要把阿兵 说要把阿兵押上去 这样啦 所以你要讲政治力介入 这样大家比较好发飞嘛 你讲沟串 讲桃黄 五年以上 你是说给周湛川听啊 对啦 不是说这样 你有政治力介入 那这是不是一个 很好的着力点 对陈水扁而言 他当然是一个 很好的着力点 虽然说跟法律 没什么关系 可是如果要去讲程序的话 我认为郑文龙律师 也可以这样主张 你陈云南明明讲不抗告的话 又说抗告 我当然指引你 你是不是背后 检察总长为什么跳出来了 你陈云南挡子弹是应该的 谁要帮你卖命啊 但是你变了这个东西 太超过了 变得太离谱 要跟不要 那个我当然也质疑是 是不是政治力介入 因为不可能是媒体介入 如果是媒体介入 2630早就关起来了 怎么可能还在那边鬼混呢 所以有没有政治力介入 我认为是没有 那个压力有没有 今天蔡委员在 是有压力介入的 什么压力呢 是那个群众打电话去给 蓝军的什么党中央啊 那算政治力哦 不是 我说压力 民众打电话算政治力 我刚刚讲是压力 压力 对他们的压力 他们蓝军的名单有压力啊 就是说你电话打来一直骂啊 骂马英九啊骂蔡政员啊 他们蓝军的立委 受到这样的压力 那这压力有没有转嫁到 特征组或是总长身上 这我就不敢讲了 但是他们蓝军 政治组组组的压力是有的 好 我们先进去广告